嗨,我是脸大大的Apple 那Realme终于发布他们最新的 Realme Templar Plus 5G手机啦 那这台手机呢 最大的重点升级就是 那什么是旗舰级别的屏幕呢 就是因为这一次 Realme用上了1500万美元 特地打造的这块屏幕 那中斤打造的屏幕 用起来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大家就要继续看到最后了 那在没有聊屏幕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看手机的背盖设计 那这个背盖设计哦 你一拿上来肯定会错以为 是华为Nova 或者是Owner的数字系列 因为它同样都是采用 圆形双环的设计 以及这个亮面的材质 不过我发现了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哦 你看它这个镜头 它延伸好像射出一种光线的感觉 而且这个光线哦 在我左右摇摆手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这个光线 是非常规律的上下摆动 整体就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一款配色呢 就叫做Hyperspace 星耀之光 那热面讲说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呢 是时空隧道 不过有没有像时空隧道 我不懂啊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颗颗钻石 在我面前不停的发光的感觉 OK 回来 那刚刚我讲的这个反光的这个纹理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转业的名字了 叫做冷静光锥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 也是通过了这个纳米级光刻的工艺去制成的 而且你看起来它很像凹凸不平是不是 但其实它摸起来是非常光滑的表面 而且我觉得整块的这个机身背盖哦 还是很多细节的 像是你往下慢慢看的话 你会看到一粒粒的这种散光点 其实它就是新成粒子来的 然后它也是通过了这个新型的散光纱工艺去制成的 虽然讲说整块这个机身背盖呢 是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供应 但它不会有那种融合不起来啊 或者是违和 然后不囊的感觉 那虽然这一次 realme 10 Pro Plus 主打是它屏幕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它在整个的外观设计上呢 还是蛮有细节 有让我焕然一新的感觉的 那除了这个新耀直光设计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Dark Matter的配色 但是那一款呢就是一个磨砂的材质 那除了外观颜值不错之外呢 它整个机身也是较为轻薄的 175g的重量以及7.95mm的厚度 那它也是realme目前塞进了5000mAh电池过后呢 目前最轻薄的一款手机了 那我自己这几天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的下半部分会比上面偏重一些些 可能是因为塞进了这个5000mAh的大电池 所以像我这样拿着打Game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久了过后我这里手会比较有负担的感觉 OK 来到realme 10 Pro Plus 5G最重要的升级 就是这个用了1500万美元打造的旗舰级屏幕 有没有发觉屏幕点开过后 它的下巴不见了 没有错 这是有史以来realme手机最窄下巴的一次 只有2.33mm的厚度 因为它是采用了这个旗舰级才有的 COP Ultra风装工艺去打造的 所以整个屏占比就有很大的提升 来到了93.65% 那这一块屏幕的其他配置呢 就包括了6.7寸的OLED Full HD Plus 挖孔曲面屏 100%披上的广色域 10.71色彩 支持120Hz的高刷 再来就是它是全马首个支持 2160Hz高频调光的手机 那简单来讲就是 PWM的调光的频率越高的话 你的眼睛就越难感受到频闪 所以就会更加的护眼 而且它也是首个通过这个 德国LINE TUV 无屏散 以及低烂光认证的OLED屏幕手机 所以一直以来担心使用OLED屏幕手机 会伤眼睛的朋友 这一次就不用担心了啦 那聊到曲面屏我相信就有不少朋友 会有这个误触的担忧 那这次Realme Tempo Plus 它也是首发搭载的 这个X-Touch的防误触算法 那我这几天自己使用 现在像是在打游戏上面 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误触操作的情况 或者是像我们在华拉 Instagram 小红书等等的 这种社交平台的时候 如果双曲面屏价握手机的时候 可能就会碰到旁边 不小心点到站之类的 那我自己使用 现在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提到误触之外 当然也要提到这个触控采航率啦 像是在大型的摩爆团战 或者是射击游戏场景的话呢 它就会智能的将触控采航率 提高到1260Hz 响应速度呢就会更加的灵活 而且它还有这个16倍的 超触控的分辨率 那这次我觉得Realme真的花了 很多心思在这一块屏幕上面 也不枉费它花了1500万美元 特地去打造这一块屏幕 真的有让我体验到 像是在用一款旗舰级别的这个屏幕 而不像是一个千元机 那在这个双环的镜头里面呢 其实就藏着了三个摄像头 包括最上方的这个108MP的超感光的主色 下方8MP的超广角 以及2MP的微距镜头 那这个108MP的主色呢 也是采用了这个 Samsung HM6的传感器 最高能输出12000×9000的分辨率 也让它在三倍变焦裁结 后出来的成像效果也不错 那像是我用了一倍和三倍排出来的对比呢 就可以看到三倍的效果 其实它的画质也不会比一倍来的差 而且可以更加的突出整个的主体 而且这次Realme Tempo Plus 5G呢 也新增了15个全新的接拍滤镜 那有全新设计的接拍水影 除了机型呢 它还保留了ISO 曝光时间等等的参数 那多种滤镜呢 也就可以慢慢的玩了 那前置的话呢 就是采用一颗16MP的自拍镜头 那排出来的效果呢 虽然说不上经验 但是它的美颜效果啊 或者是清晰度都是OK的 那在处理器的部分呢 它和中国版就不一样啦 莱玛搭载的是 联发科天机920 5G的芯片 和上一代的9 Pro Plus 是用着一模一样的处理器了 虽然用着的是和上一代一样的处理器 不过我拿来打和平精英 里头的画质依然可以最高 开到HDR高清和超高帧数 那打了一个小时的电量呢 也从85%掉到63% 总共掉了22%的电量 那它也没有出现什么发热的情况啊 画面也是挺顺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它也支持Hi-Res的立体双扬声器 那它下方的喇叭呢 它只是放在右边 你看像我这样的拿手机打Game的话呢 就不会因为操作问题挡到声音 这个处理我觉得还是蛮细心的 虽然它在处理器上没有升级 但是这次它升级 也有一个67瓦的快充 以及5000mAh的大电池 而且这个快充速度有让我惊喜到 因为热密官方就讲说 这台手机的快充速度呢 15分钟可以充进50%的电量 那45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但是我自己实测下来哦 在它关机0%的时候 我拿去充电 然后过了一个15分钟 我一看已经83%了 然后准准半小时哦 它就99%要充满电了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自己实测下来的快充速度 比官方给的数据还要来得快 那存储容量方面呢 热密就讲说 这台手机最高有一个12GB RAM的版本 而且它还可以额外再支持一个 12GB的内存扩展 总共就可以获得24GB的RAM 但我手上这台呢 是8加256GB的版本 最高支持8GB的内存扩展 所以总共就可以获得16GB的RAM 那RAM又高呢 同时运行的Apps就可以更多 然后运行起来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啦 Realme Temple Plus运行的是基于 Android 13的Realme UI 4.0操作系统 比较具体的升级呢 就像是在App的logo上面呢 就做了一些风格化的调整 然后控制栏的中心呢 看起来也更加的清爽一些 然后像是在Always On Display的部分呢 也是做了一些小调整的 像是我点开格过后 我按键屏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LED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清楚看到格单的部分 而且我还可以做一些小操作 像是我可以按下一手啊 暂停等等的这些简单的操作部分啊 那安全隐私的部分呢 像是我在分享照片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马赛克的方式 来盖掉这些重要的隐私信息等等 总的来说 这次的realme temple plus 虽然它没有升级处理器 不过在屏幕啊 外观啊 电池快充等等上 都是做了很大的升级的 而且是越来越走向这个旗舰机型的类别了 那我也很期待它下一款机型 会不会越来越高阶段的配置 或者是它的价格也会不会跟着越来越高呢 这也是让我非常期待跟好奇的 不过我拍这支影片的时候呢 这个realme temple plus的价格 我还是不得而知的 不过我大概预测它会在1500到2000之间 那大家就可以猜猜看它价格会是多少啦 不过这支影片当大家看到的时候呢 这个手机已经在大马发布啦 那最终的售价呢 我就会把它放在caption那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 然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顺便帮我分享的数据 以及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 我是金姐姐的Apple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